大家好,最近呢,有一些新釣友 问我在淡水湖钓鱼 还是在海里面钓鱼的用根问题 那么今天呢,我就给大家说一下 在淡水湖钓鱼 你买钓鱼证的时候 原则上一个人 一个钓鱼证只能用一字干进行钓鱼 如果你准备用两字干钓鱼 你在买钓鱼证的时候 就要加买另一字干的费用 这样你就可以同时拿两字干进行钓鱼 如果你在海上钓鱼 公共钓鱼台上可以使用两字海鸽 手鸽都行 如果在船上钓鱼 钓上了石斑鱼或者龙敦鱼之后 一直都能使用一字鱼 一字鱼的使用一字鱼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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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着述鸡